你一定是装了一个假Windows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后面一点 前面三个命令呢 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第四个命令呢 它属于重点命令 叫PS命令 那么我们这块呢 要学的是PS-EF这个指令 PS-EF 那么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PS指令 PS 这个PS的话 跟我们生活中接触的 那个PS是两个概念 我们生活中讲的PS是指 是指的是这个啊 是指的这个 Photoshop 我们这地方看的这个PS呢 就不是指Photoshop了啊 它这个作用啊 主要呢 是用于查看我们当前 服务器的进程相关信息 主要是我们查看服务器的进程信息 查看这个 那么Windows下怎么查看呢 右键 是资源管理器吗 任务管理器啊 什么是资源管理器 这个是资源管理器啊 我的电脑那个就是资源管理器啊 任务管理器 这里面是不是有进程呢 哎 然后想看详细信息怎么办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详细信息啊 哎 什么进程的名称呢 ID呀 名状态呀 用户名呢 CPU啊 等等啊 那么这是我们Windows的一个查看方式 那么任务管理器之下呢 它对呢 是PS查看 因为后面的话 大部分的是我们都是这个命令行界面 所以呢 得用命令的查看啊 这个是PS的 它的一个作用啊 主要是查看这个进程的 那么后面这两个参数 又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说这个选项 它的一个含义 选项含义这地方 我们说了两个 一个呢 是E 一个呢 是F F 那么这个E的话 它等价于另外一个选项 等价于一个叫杠大A的这个选项 这两个含义是一样的啊 两个是一样的 由于我们后面这个F是小写的 所以这地方不建议大家去记这个大A 记这个E就行了啊 所以这地方呢 了解一下啊 它和大A是一样的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列出全部的进程 表示列出全部的进程啊 然后杠F 杠F和FQDN的F 以及False强制的F 表达的含义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啊 它所表达的含义是 显示全部的列 全部的列 这个A呢是表示 或者说这个E呢 倾向于行 列出全部的进程嘛 一个进程 你看Windows下 一个进程不就是一行吗 这里面呢 就表示列出全部的 而F呢 是表示列出全部的列 那如果你不指定这个F 其实它有一些这个 就像这个 如果说假设啊 我不指定F 那么可能这个状态 或者说用户名 这两列 它可能就不显示了 但是你指定了杠F之后呢 它把本身默认不显示的东西呢 也给你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倾向于列啊 行呢是指进程的个数 列呢是指详细的信息 或者呢 我们会在一些手册里面会看到啊 它表示的这个专业术语呢 叫显示全字段 这么去理解也行 手册里面可能是这么写的 但是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出是列啊 所以说显示的是全部的列 这是这两个的含义 那么这个命令呢 我们可以去执行一下啊 看看呢 还是什么效果 那么回到命令行里面来 PS-EF 走 那么输出的东西啊 比较多啊 往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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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么它呢 有这几个东西 PS-EF 在这个地方 后面呢 紧接着 这个是啥呀 对标题啊 标题啊 标题 因为它呢 有列有行 就有点像这个表格 那么表格的话 为了让我们用户明白啊 每一列显示什么意思 所以呢 它得把标题写在上面 那么这个标题的话 读一下 第一个呢 叫UID 也就是UID 用户ID嘛 第二个PID P呢 叫Process 也就是进程ID PPID呢 这个P呢 第一个P表示Parent Parent 复级 复级啊 复级 那后面这个PID 和这个PID是一样的 就是前面这个P 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啊 就表示复级 然后这个C C表示的是CPU的占用率 百分比啊 百分比 C表示CPU的占用率 然后S time 那这里给它 我把它写到笔记里面去啊 这样大家看的时候 表清楚一点 好 这个是执行的结果 那么结果呢 由于后面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我就 接前面一部分就可以了 这是这块 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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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呢 含义说一下啊 列的含义 列的含义 那么第一个UID 它是指 该进程执行的用户ID 执行该进程的用户ID 第二个呢 叫PID PID 它的全称就是我们的这个进程ID ProcessID 第三个PID PID呢 是指该进程的负级进程ID 该进程对应的负级进程ID 什么是负级呢 我们就拿这个第三个这个进程 PID为三的这个进程来看啊 它的PPID是几 是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进程 其实它不是一开机就自己启动的 是由进程为二的这个ID启动之后 调用它让它启动的 就是它的父亲 就是它的父亲 它自己不会出来的啊 它必须有一个调用的人 才能出来 就是得先有爸爸 才能有儿子 所以后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么再往后看看 你会发现 好多都是二 也有是一的 那基本上都是二 二这个进程呢 这个进程号还比较大的啊 所以后面这个PPID 也都是这个意思的 是指这个进程它的一个调用者 只有有调用者才能有这个进程 不可能说有一个子进程 它没有PPID的 必须得有PPID啊 如果一个进程 比如说这个二 它找二是吧 结果你发现二找不着了 没有二 那这种进程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不是 称之为叫僵尸进程 如果啊 一个PPID啊 也就是一个程序的 程序的复级进程 找不到 那么该 程序的进程 我们可以呢 称之为叫僵尸进程啊 这个进程就没有什么用了 结果还占着你的资源 就是已经死了 对啊 所以我们要通过PS的这个命令 来查看哪些命令 就是它属于那种无效的命令呢 那到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使用结束了呀 那因此你肯定要看了 你不看你怎么知道哪个是死了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PS这个命令啊 它有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再往后 C C呢 表示的是CPU的占用率 CPU的占用率啊 其形式是一个百分比 其实是百分数的一个比例 但是呢 你像这个零 这个零就表示百分零 零就表示百分零啊 然后S Time FTime 它的全称叫 Start Time 也就是该进程的一个启动时间 该进程的一个启动时间 这个进程是什么时候启动的 嗯 TTY TTY这个的话 就不大好理解了啊 因为咱前面这个 比如说UID 这的Use ID PID Persess ID PPID Parent Process ID CCPU STime Start Time TTY什么呢 TTY呢 我们称为叫终端设备 终端设备 那么终端 终端设备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就我们这个白窗啊 这个白窗 它就是一个终端设备 啊 那这个终端设备放在什么意思呢 啊 是这么一个意思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进程 他地方如果说有一个终端设备啊 他就表示这个进程呢 其实是由这个终端去发起的 是由这个终端去发起的 那为什么前面都是问号呢 问号的含义就是 这些进程不是由终端发起的 所以系统不知道是哪个终端 所以就给他一个问号 啊 那有没有有终端设备的呢 有 往下翻 往下翻 哎 像这些 就是我们的 有这个的 哎 就是我们的终端的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PS-1F 不是我们刚才执行的吗 PTS-1 就是我们这个终端的 一个终端 识别号 就是PST-1 就表示我们这个窗口啊 就表示我们这个窗口 那至于PS-0是什么 那个咱就不用管了啊 知道它是一个终端设备 就可以了啊 表示终端设备 也就是发起该进程的啊 该进程的一个设备 识别啊 识别符号 嗯 如果呢 显示的是问号 则表示该进程啊 并不是由终端发起 那不是终端发起的话 那是谁发起的呢 系统自动的 系统自动的啊 所以这个问号还居多一点的啊 这是TTY的意思 然后这个Time的话 STime表示开始时间 那么开始到现在 或者说这个进程 它一共执行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Time就表示 进程的一个执行时间 进程的执行时间 然后最后一个CMD 最后CMD CMD的话比较熟悉的 就是我们Windows下的CMD 啊 这个CMD呢 就是这个进程 它对应的一个名称 或者说它的一个路径 就是该进程的名称 或者对应的一个路径 啊 那么这里面的话 一共呢 有这么多信息啊 这一些东西呢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一定呢 要去认识一下的 哪几个 你像这个PID PID啊 PID要认识 然后呢 PPID啊 也要知道它的含义 啊 然后其他的话 就可以不用去看了啊 CPU的话 如果要看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顺带看一下 CMD的话 一般不需要去看它 一般不需要去看它啊 我们一般看这个进程干嘛呢 主要就是看一些 就是这里面的话 它的一个哪些这个程序的CPU 可能在用过高 或者说当我想杀死一个进程 你得知道它的一个PID啊 杀死的话 我们后面会讲啊 那么这几个标红的啊 一定要认识 来 这个是我们的Linux之下的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来做件事啊 来把这个Linux之下的这个形式 和我们Windows之下 已经比较 看看是不是很相似 名称 有没有 哎 名称是有的 不就最后一列吗 是吧 然后PID有吗 有 状态 没有吧 没有啊 用户没有吗 有 CPU在用率 有 内存 没有吧 描述也没有 所以大部分的话 信息在里面 我们这里还是能够提供的啊 就是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Windows也有东西 这里面没有 比如说这个PPID 哎 这里面就没有 啊 PPID这里面就没有 开始时间 哎 这里面也没有 哎 运营时间 这里面也没有 啊 所以各有各的这个常数吧 啊 就是有东西可能这里面有 那个里面也没有 反过来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是我们Ninux之下的这个进程这块 嗯 那么这个进程呢 这里面列的比较多啊 那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只想找某一个进程 看这里面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哎 能不能用到我们前面所学的某个知识点呢 对 过滤 因为这里面的这个进程是不是太多了呀 哎 我不想去看这么多 假设我只想找一个进程 找谁呢 哎 比如说我想找这个 GenomePanel GenomePanel GenomePanel就是什么东西 GenomePanel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桌面 是这个桌面的进程啊 叫GenomePanel 那我想看这个进程有没有怎么办啊 哎 行 所以后面的话就有个衍生的了案例 就是以后呢 也是一个百分之百使用的一个命令啊 百分之百使用的一个命令类型 就是一个搜索的情况 哎 就是说在PS的这个结果中过滤出我们想要查看的这个进程状态啊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应该就是PS-EF 因为前面是列出全部进程全部字段嘛 是吧 那么后面我要搜索了 要过滤了 速线是吧 GREP 后面加上我们需要写的这个进程 能不能是关键字呢 能不能是一个字符呢 就是这个名字其实不需要去完整的是吧 但如果你知道完整的是不是更好呀 啊 所以进程名称啊 进程名称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不好使 啊 肯定是好使的啊 哎 来试一下 啊 PS-EF 这个空格加不加无所谓 这地方空格加不加无所谓 但是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加空格啊 这个是建议的 不要加 啊 这个地方可以加 管道这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那就看自己的情况 GREP GREP 比如说我刚才叫GNOME GNOME NOME PANEL PANEL 回车 哎 有没有 有 但是为什么出来俩 不是模糊刷型 你但凡是使用 PS-EF 它至少会出现一个 为什么会至少出现一个 因为首先我们刚才在这里面看到 是不是本身就有这个进程呢 然后我们这个搜索直线的时候 会不会也会产生一个进程呢 哎 就是下面这个进程 注意看 PST-E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PST-E 不就是表示当前的终端吗 哎 然后你看后面执行的命令 是吧 不就是我们执行的命令吗 所以这里面它至少会出现一个 那假设123456 这里面有没有 没有 肯定没有 但是你一执行 它就有一个 那本身它也算是进程 因为你在这时候搜索的嘛 掉了PS嘛 后又掉了加一P嘛 哎 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进程的 啊 所以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搜到了一个结果 它至少应该是两个 才是正常的啊 要是搜到了一个 那说明 没有啊 说明没有 行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功能呢 啊 也就可以了 哎 那么找到的话 就说明它其实是有这个进程的啊 这个进程 谁启动的呢 root启动的 因为我们当前登录的这个进到桌面呢 不就是root 然后进程号多少啊 2316 它的副进程呢 2218 启动时间 8点58分 哎 然后运行时间 0.1啊 就是一秒钟啊 嗯 行 那么这块的话 就是这个 对的一个状态 那以后的话 如果说让咱们去看一些 其他的一些进程 那么只需要变的就是 变它就行了 哎 只需要变成这个名称就行了 其他要变呢 其他就可以不用变了 当然根据你想看这个字段 比如说我只想看这个部分默认的列啊 那你可以把杠F去掉啊 啊 这样呢 也是可以的啊 啊 这是名称这块需要变 其他地方就可以不用变了 由于目前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并没有装太多的一些 自己装的软件 可能自己装的软件都没装过 哎 所以 搜的话啊 也不大好搜 那这样的话 咱们再来举个例子啊 这个都认识吗 火胡 火胡是吧 哎 那我没启动之前 我来搜一下 看有没有火胡 PS 杠 EF 速线 GREP 火胡怎么拼了 F I R E F O X 是吧 有吗 有是有 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火胡的进程 他不是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再把火胡打开一下 啊 打开火胡之后 再去命令行里面搜啊 看能不能把这个带出来 啊 他肯定是火胡啊 他肯定是火胡啊 这个logo不是火胡的logo吗 好 现在已经开开了啊 好 开开之后呢 我去看一下这个命令行 打开命令行 然后呢 我还是执行这个命令 不需要输了 按下这个上就出来了 有了吧 哎 这个时候 看这个 文件位置 USR Lib Farfox Farfox 进程号是28751 哎 然后有没有复进程 是不是1啊 哎 有复进程啊 是由1去启动的 哎 行 那么这个操作的话 就比较好用了啊 执行之前是没有的啊 执行之后就已经有了 啊 以后呢 查看其他的进程 也是一样的啊 啊 再例如 哎 再例如 查看火胡浏览器的啊 进程 哎 通过 PS EF GIP Farfox 来进行查看 那之前没有的 哎 之后一启动了 就有了 行 那么把火胡再关掉 啊 关掉之后 你再来看 是不是又没了 哎 嗯 的确啊 他这个进程结束挺快的 不像我们windows 有的时候你一结束了 你在资源管理器里面看 其实还有啊 他推出比较慢 但是linions呢 推出还比较快的 因此呢 这个命令呢 比较重要啊 因为做运维的话 这个命令肯定得用上 哎 就哪怕说我们不做运维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卡死了 我还会通过任务管理器 强制给他 结束掉呢 那肯定要看资源管理器啊 你不看资源管理器 你怎么知道哪个进程 占你的这个资源比较厉害啊 啊 所以这个ps命令 显得比较重要了 这是ps 那么和ps有一个关联性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命令呢 我们称之为叫top指令 叫top指令 top指令 top呢表示顶部上面啊 顶部上面 那么这个指令的话 它也不是表示顶部上面 它表达的含义 或者说它的这个作用啊 主要是用于查看这个服务器的一些就是进程啊 进程 占的这个资源 那进程占的资源 其实类似于我们这个windows下在资源管理器里面能看到什么呢 能够看到它的像这个性能 哎 然后包括这个进程的CPU啊 占了多少呀 哎 这个内存呢 占了多少呀 能看这些信息啊 所以说它呢 和我们这个ps命令呢 有点相关 因为ps里面涉及到进程了 top里面 也有进程 对 是进程所占的一些资源 所以这个的话 也和进程有关系啊 因此呢 它也是重点的一个命令啊 top指令 top指令 语法很简单 语法的话 知道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哎 怎么去进入这个命令 进入命令很简单 直接输入top就行了啊 进入命令 直接呢 输入top top就行了 那这个top呢 它是实时动态的显示 它是动态的 显示 就是呢 大概过几秒 它就会自己刷新一次 这个比较智能 不需要我们说 你打开之后 它就定死不变了 你像我们windows之下 打开之后 它定死不变的吗 它没有吧 它是不是也会变的 哎 所以nino 之下也是一样的 它是动态显示的 这是进入命令 那么进入命令之后 由于它是动态显示 所以它那个光标 不会自动 切换到一个 带输入状态 那如果说想退出的话 kono c那个太硬了 就是太粗暴了 推出的话 我们按一下这个q键就可以了 按下q键就可以推出了 这个和前面的那个less指令是一样的 就是进入一个冒号的时候 然后按下q键就可以推出来了 这是一样的 不建议大家按那个 刚才这些同学说的按kono加c 那个太硬了 再来进来试一下 套吧 那么注意这个时候 我们的光标还有吗 是不是没有了呀 那没有的话像推怎么办 q嘛 不就出来了吗 这是退出的方式 进入和退出的方式 它是列出主要的几个进程 在动态显示的 现在那么主要看一下这里面有打印信息 第一个呢 告诉我们直接的什么面领 套保面领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看看 19点50分嘛 19点50分嘛 现在54秒 一会儿呢 57秒 再一会儿呢 对吧 三秒钟刷新一次 然后up up up 10 冒号 54 哎 这个呢 就是我这台服务器 它启动的时间 启动了多长时间呢 启动了10小时 54分钟 启动了10小时 54分钟 几个用户呢 几个用户登录了呢 三个用户登录了 哎 然后后面呢 是nodal average nodal average nodal average 表示在某个时间点范围内的负载情况 这个呢 表示一分钟之内的负载情况 这个呢 表示五分钟之内的负载情况 这个呢 表示15分钟之内的负载情况 这个负载情况的话 看起来好像我们服务器还是跑得挺快的 没有什么压力 0.0几 0.0几 这个负载挺低的啊 就没有压力 当你的资源占了过高的时候 这个负载数字就会变得更高 看这个的话就肯定没有压力了 然后tasks 任务一共多少个呢 190个 几个运行的呢 一个运行的 两个运行的 就是一两个在运行 多少个在睡走了 180多个睡走了 这个称之为叫睡眠进去 就是他现在不运行 他在睡觉 几个停止了呢 几个僵尸进去呢 0个 Zobby叫僵尸的意思啊 以前有一个 有个这么一个短语 叫 P-L-A-N-T-S Plants V-S V-S 这个叫 Z-O-M-B-R-E-S 植物 僵尸 V-S 大战吧 植物 大战 僵尸啊 所以这个Zobby 就是这个僵尸的意思啊 就是有多少个僵尸进尘 就是已经 属于那种 没有爸爸的那种进尘 就称之为叫僵尸进尘 没有啊 这里面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CPU的一些 使用情况了 那么CPU使用情况呢 就类似于我们Windows下面这个性能了 就类似于这个 然后后面的话 内存 总共多少内存 然后多少被使用了 多少空闲的 多少个这个缓冲的一个进尘 后面是交换进尘 那么其实这一些的这个数字 我们通过 Free-M是不是也能看的 因为这两个 我们之前在Free-M里面见过吧 只不过他单位是 默认是K 然后我们是-M 显成了兆 因此上面这些星星呢 还是比较好认识的 上面这些比较好认识的 所以这边的话 上面这个星星呢 咱看一下行了 我们最主要的看什么 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表头 这个表头是什么意思 比较重要 因此呢 这一块的话 我把这个表头呢 给它解出来 再跟刚才一样 把这个表头介绍一下啊 这个表头的含义 输出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能看到以下几个东西 第一个 表头含义 标题含义 第一个呢 叫做PID 这个咱前面说过了 就是我们的进程ID 进程ID 然后第二个 user 也就是该进程的 对应的一个用户 该进程对应的一个用户 就哪个用户执行的这个命令 PR PR这个词以前在网上见过吗 对了 权重的意思啊 有一些的是我们搜索引擎 比如说百度 PR 做这个SU的呢 一般会比较在意这个PR 就是权重的意思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域名 叫idcard.cn 我就可以查一下 这个域名 它在各个搜索引擎里面的优先级 可以查看它各个的优先级 idcard.cn 在这个谷歌上的优先级是4 在色谷歌上的是2 那如果你再看一个大的网站 gogeo1.com 你看它的搜索引擎 那说明因为你越大是不是越好啊 对吧 优先级越大啊 它的这个排名肯定是靠前的 所以呢 做这个SEO的呢 一般都比较在意这个PR 那这个PR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PR 它的含义是一样的 表示优先级 优先级 进程的优先级 意思呢 就是当你这个很多进程要排队的时候 你的这个优先级越大 你的排队的优先权越高 这个优先级在我们windows下有没有呢 也有 比如说我又见一个进程 然后看看 不是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 哪个地方应该是有的 有一个优先级 在这 你看吧 有实时的 高 高于正常 正常 低于正常 低 那实时的运机是不是最高呀 对吧 你只要执行了 它立即运行 如果是低的话 那它往后排呗 如果进程多 你往后排 直到所有的人都不排了 到你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优先级的含义啊 Ni是nice的意思 nice的话 如果从这个单词来看的话 不大 不是重量啊 nice 美好的 愉快的 赠派 友好的 但是你这个看这个东西 好像看过面什么意思 是吧 而且还容易忘 啊 咱找一下 top里面的 ni ni pop nice nice 看看有什么含义啊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以前没怎么用过的东西 算好的 哦 这地方有啊 详细含义 nice的话 找一下 用户进程空间改变过优先 及进程再用cpu的百分比 知道它这个百分比就行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说实话 我是没怎么用过它啊 咱也不要去记它了 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啊 因为以后呢 根本就不会用这东西的 用户进程空间内改变过优先级的进程 百分比 好绕啊 那这个就不用记了 这个就不用记了 然后后面的话是VIRT RES SHR 这三个呢 要详细说一下啊 第一个呢 叫VIRT 它是缩写啊 它不是全称 它的全称的含义呢 叫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 然后后面这个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 RES RES RES我们称之为叫常驻内存 然后接下来每一个SHR SHR也就是SHAE 叫共享内存 哎到这个地方可能有同学就懵逼了啊 这三个内存 干嘛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啊 那这地方呢 打开一下这个编辑器 打开编辑器 假设呢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进程 我在这里面呢 找一个进程啊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谷歌 现在呢 我有个进程叫谷歌浏览器 CHROME Chrome这个进程 那么Chrome这个进程的话 它在运营的时候 需不需要向我们计算机升级内存 需要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你离了内存 一个程序可能运营不了 肯定需要申请内存 那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虚拟内存 什么是虚拟内存呢 那么虚拟内存 谷歌运行的时候呢 它先自己向这个计算机申请 假设我运行 我需要申请500兆内存 他申请了500兆 但是500兆申请之后 他就难道就能够很准确说 我申请了500兆 我就500兆充分利用吗 这个他肯定不敢保证 假设他申请了500兆 但他实际呢 使用了 使用了320兆吧 使用了320兆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虚拟内存是多大 此时的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就是500兆 对 就是你申请了多少 那就是多少 虚拟内存是500兆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称之为叫藏住内存 藏住内存呢 假设他申请了500兆 但是呢 他实际呢 只使用了320兆 那么此时 藏住内存 就是320兆 这个好理解 藏住就是 你一直要用的嘛 就是320嘛 是吧 用了多少就多少 然后第三个情况 叫做 共享内存 共享内存 这个比较抽象啊 这个比较抽象 共享内存 共享 抓住共享的一个词 我们很多进程呢 他在执行的时候 他并不能说 只靠自己就能运行 并不能只靠自己就能运行 那我们能不能找个例子呢 可以啊 打开什么 打开我们Windows的服务 以Windows为例 Windows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打开Windows的这个管理 那么在管理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啊 找到一个叫服务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 服务和应用程序 这里面有个服务 那这里面呢 我们随便点一个啊 看运气怎么样 看能不能找到有这个 有需要关系的 那就随便点一个吧 点这个 然后呢 点一下属性 属性这里面有个依赖关系 不好意思 没有 这个运气就不好啊 运气就这么不好 找一个已经启动了吧 正在运行 找个他 这个中奖 怎么概率这么大呀 这个吧 这个我上个课看了一下 这个有依赖 这个有依赖 嗯 行 他有依赖 那么有的服务呢 有的这个进程呢 他在运行的时候 光靠自己 他不能够独立运行 他还需要依赖 其他的进程 那么依赖 其他进程的话 其他进程 暂不暂内存 肯定也暂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 这块的话 回到这边来 共享内存 假设呢 他申请了 500兆 但是 实际呢 使用了 320兆 注意 但是 如果 其中 包含了 但是 不是如果吧 其中呢 其中啊 还 包含了 对其他进程的一个调用开销的话 开销 嗯 则 需要 扣除 则需要扣除 那么 这上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他有 第三方的一些进程 需要去用 那么第三方 占的这个进程 那其实他属于 对应进程的 属不属于他呢 属于吗 你如果觉得说属于 我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是不公平呢 因为这些进程 可能其他进程也用 那为什么我要属于他 不属于下面这个呢 所以说 这个进程 他所调用的一些 或者说依赖关系呢 不应该把内存开销 计算到 我的这个头上来 所以说 这个程序 他占的这个 内存开销 我们称之为叫 共享内存 和其他进程 共享使用的一个东西 他这样的内存 称之为叫共享内存 那因此 当我们在计算一个进程 他实际使用的 内存开销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扣除啊 所以在这块呢 需要把它扣除掉 因为这个 共享的这个 依赖关系 你其他地方呢 也用了 你不应该说 你用了 我也用了 你要算给我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呢 需要对他扣除 要减去 那么这是 这三个内存的含义 三个内存含义 那么以后呢 我们再计算 一个进程 实际啊 使用的这个内存 内存 那么他呢 就等于 等于谁呢 等于 长住内存 长住内存 也就是这个 RES RES 减去谁 减去 减去虚拟内存 减去虚拟内存 减去共享内存 共享内存 SHR 减去他 才是这个进程 他实际使用的内存 这个呢 是计算公式 那么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S 还有这个S S呢 是表示的是 表示的是 这个进程的一个状态 表示这个状态 也就是 不是死了啊 S L E P 睡眠的状态 一眼放下去 这里面好多的这个进程 都是S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 这一行 180多个睡着了 180多个睡着了 你看运行的 就这个 R嘛 R表示运行的嘛 所以呢 这个S 这个含义呢 就表示他的一个 睡眠的状态 其中S 表示睡眠 表示睡眠 然后R 就是Running嘛 表示运行 表示运行 这个呢 是这个的含义 然后后面的话 百分之二CPU 百分之二MEM 这个好理解 百分之二CPU CPU的 再用百分比 再用百分比 这个好看 然后百分之二CPU 然后百分之二CPU 就是内存嘛 表示内存的 占用 百分比 然后后面呢 Time加 Time加 Time加也就是 执行的 时间啊 执行的时间 嗯 还有一个 Command C-O-M M-A-N-D 这个和我们前面那个CMD含义是一样的 因为CMD就是Command的缩写 就是Command的缩写 所以呢 它是我们的进程的名称或者路径 或者路径 OK 那么这里面的话东西呢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比较多也不需要我们去全记 我们需要记住哪几个 这三个 这三个啊 然后还有这个 到时候呢 我们呢 用它的这个作用 要说一下的 以后呢 也是一样的 像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地方会开个 比如说 360的那个一个小球 会告诉你 当前哪一个 哪一个服务 或者哪一个进程 是不是消耗系统资源厉害啊 然后建议你终止啊 那么Ninux这块呢 也是一样的啊 作为这个运维 我们需要经常看一下 这个服务器状态 是不是稳定运行 你得找出啊 哪一些进程 它占用CPU 占用内存比较高 那么占用比较高的 这个内存进程呢 它可能就属于一个 可疑的进程 就有风险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后面呢 该怎么做啊 比如说中止的 重启一下 或者怎么着的 都行 需要做对应的一个 处理措施 所以呢 状态CPU内存和对应的命令 我们都需要知道 它的含义 至于其他的 像这个什么虚拟内存 常动内存 共享内存 这些东西啊 知道它标题的含义就行了 然后user这个东西呢 一般情况 也不需要去看 PID的话 咱前面呢 有个PS 专门看进程ID 虽然说它也可以看 但是PS的话 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 标红的这几个啊 记着 行 那么这个呢 是它结果的一个显示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除了套跑和Q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用法 有的 那比如说 我想看哪一个进程 它呢 内存 或者说CPU 占用最高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比较方便的一个操作啊 方便快捷键 第一个呢 就是 大M 大M啊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运行这个命令之后 我们按下大M键 按下大M键 按下大M之后 你会发现 按照谁排序呢 按照内存开销进行排序 也就是内存站的最大的 在最上面 它就往下排了啊 M表示M1M 所以比较方便一点的啊 大M 在运行Top的时候 POP 的时候啊 可以呢 按下方便的快捷键 其中M呢 表示将 结果按照 内存 内存也就是M1M啊 把它写在这 这样好记一点 按照内存 从高到低 来进行一个降续排列 方便我们快速的找出 当前系统中 内存使用率最高的一个 啊 然后第二个是P 大写的P 那P的话就表示啊 CPU 表示将这个结果 按照CPU CPU啊 也就是CPU内存 那这个是 不是内存啊 这个是处理器 按照CPU的一个 使用率啊 使用率 使用率呢 从高到低啊 从高 到低 来进行一个 降续的排列 啊 那这个键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要这里面来 P 啊 大P啊 我数了小P了啊 大P 1.3 2.3 2.0 0.3 后面这不都0了呀 降续吧 哎呀 对降续啊 那么这是 这两个块钱 除了这两个块钱之外 还有一个块钱 1 12345的1啊 不是LR 也不是I 就是1 你出来干嘛呀 1 看看啊 我按一下1和不按1 有什么区别 注意看这个命令结果 哪变化了 注意他之前是不是这样的 CPUS S是不是表示你有多个CPU啊 他就把四个CPU 都给你列出来了 哎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之前在第一天的时候 有同学过来问 说老师 为什么你的这个CPU是八个呀 我的是一个呀 是这么个原因 是不是一个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 套法默认显示这个情况 它只显示一个 那我想显示完整的怎么办呢 哎 右键将突然更改为逻辑处理器 这个就是刚才按1的那个效果 哎 那再点一下 它是不是又回去了呀 啊 就这个样子啊 所以当你的Linux 如果有多个处理器的时候 你按下1啊 就能看出来 每一个服务器 每个啊 每个CPU的 它的一个使用情况 就比较详细一点啊 所以这个1呢 就这么一个作用 当我们服务器 拥有多个啊 CPU的时候啊 可以呢 使用1啊 这个快捷键啊 来切换是否展开 显示CPU的详细信息啊 展开显示各个吧 各个CPU的详细信息 1是可以切换的啊 按1显示 再按1就搜起来了 但有的同学 可能就一个CPU 因为当时 在装虚拟机的时候 Linux我们可以自己设置吗 你可以设置一个 那如果只是一个的话 你按下之后 行数应该不会变的 就会把S变成了0 就会把S变成0啊 我这个呢 当时设计了是22 所以呢 是4个啊 0123 所以看的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是一键的 这么一个快捷方式啊 行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这三个快捷键的啊 一定要认识 特别是M和P M和P比较重要 它能够按照我们特定的方式金排序 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去找到消耗资源最高的进程 并且确定 它我们可以自己确定 看它是不是可疑的 如果是可疑的啊 就可以把它终止掉了啊 这个是这两个啊 M和P的 它这个作用 一呢 这个东西呢 呃 知道有这个东西就行了啊 用不用呢 用的可能少一点 用的相当于少一点 MP呢 还比较多一点的 对P是CPU M是内存MEM 这两个挺好记得啊 这是第五个指令啊 Top指令 那么Top指令 它和PS指令 同样比较重要 主要是用来查看进程相关的东西的 这就是那些身高的